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南内部其实有非常多的政治上面的动荡 然后查了非常多的贪赌案 那么越南在软负重的任内 就是很明确的朝向跟中国大陆亲近 这样的一条路 那他的过失会影响中越之间的关系吗 越南越南是一个 是一个如果管理的不好 他就会分裂的国家 对 因为他南北越差距还是蛮难 南北太长 而且连文化差异都很大 是有的 如果对越南稍微熟悉一点 你知道河内跟西贡 就是现在的胡胡志明市 那个两个都会的风情 其实就还是差很多 河内基本上面就保留了比较多过去 过去法国殖民之后的那种的味道 但是西贡或者胡志明市 就比较那种的战后的那种的美美式的风情 软负重在他过世前的时候 第一个他跟他跟北北京的关系是很好的 是就是中越的关系啊 即使在一九一九七八年一九一九七七九年打过一打过一仗 打过一仗呢大家也打得非常的惨烈 今天呢各自在回忆战史的时候 呃都还是互相的把把对方 特别是因为越南啊 越南都还是把中国当作假讲的 因为周围会威胁他的只有只有只有中国嘛 可是在一个政党感情上面来讲 两个都是社会主义政党 那个感情还真的有些地方是很微妙 而且你会你会觉得那个还不是演演得出来的 阮富仲除了在他生前的时候 他只要跟习近平见面 他到北北京去 他上次去北京都一口气呆呆六天 我说哇这个国国国事访问都没有都没有这么这么长啊 来的时候而且你就发现他很很开心 他就是真的是吃吃喝喝 然后他只要走在习近平身边的时候 你发现他们就是手拉手 这个也也也很少见啊 就是两个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表现的是习近平对于阮富仲 阮富仲比他比他年纪大嘛 对对阮阮富仲的那个扶持 那个感情呢其实在细微动作当中易于言表的 阮富仲在他过世之前 他做的因为今年前前几个我们还谈到越南的政治正经 因为越南去年下半年开始就进到了一个大整盾呢大大震荡的时候 几乎都把他的中央委员会快整完了 整到了几乎已经没有人了可以呢当当总理了 就只剩最后一个了好那因为他反映的是越南的路线上面的斗争 因为南北的路线上面的出现 非常明显的差异 而从阮富仲从越南共产党的角度来来讲 南方的所代表的虽然是发展是亲西方是亲美代表的腐败 所以许多的贪腐都是从南方开始的 所以他做了大规模的清理 把南方的力量的清的相当的干净 这是越南在过去一年里面的最大的变化 把许多很虚张绅士的很虚胖的建设的案子 在过在过去一两年里面 你从越南那边的听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些的建设了发发展了 每个那个体量的都大的不不得了 越南好像马上就要直接跨入到工业化国家了 可是发生的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个过度包装的正正商挂钩的诈骗 那留下来的很多越南的烂尾楼 我看越南的烂尾楼不会不会比比大陆少了 就比例来来讲那个呢越南的房地产本身的泡沫化 跟了中国大陆差不多 所以越南现在也在政治正在遭遇到他本身的政治体制 跟他的一个资源从分配的转转型 阮富重显然对他自己的身体 因为他上次他在在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 他就已经讲过他他说他的身体不太好 所以他对他身体不好这件事情是有认知的 六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六月底的六月底 因为他终于推推出了他的总理 就总理一直换了他两两年换三个 不到两年换三个总理 那那现在上来的这个范明正 在六月二十二十六号的时候呢 他到了北京的北京访访问 那以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名义呢 在会会见了习近平会见了越南的总理呢范明正 那这个会会见其实当时就有一种的一种 就是说因为因为是习近平见总理这个是有点特别的 就如果你你是国国家主席 OK那大概还不太意外但是是总理 所以他有一点中国在为范明正在加持的 味道在为后后软负重时代的越南在先垫地基础 在在先打基础那总言之就就是中中越的关系 我认为接下去都不会太差 所以最近中越的关系基本上面都是正面的关系 那这些正面的关系越南在未来的整合上面呢 会跟中国关系呢会更亲近何况最近普丁才刚去过 当中俄呢在南海 当演习也演习的时候普丁的才刚到过越南中越的关系不会太差 而中国其实跟越南的关系即使没有非常的亲亲近 美国想要搞想要去呢搞搞点小分裂 可是中国现在在旁边买了包保险 中国接下去在中南半岛当中的最主要的投入会在柬埔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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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